二十三日在桃園大溪鎮 坎晴部落由立委廖古洞 召集了經濟部水利署 行政與民會與桃園新政府 相關單位人員 向當地部落居民說明 大汗溪河川治理的計畫 與部落未來安置地的問題 有關單位表示 五年後 坎晴部落將成為洪水淹沒區 而桃園鮮府擔憂居民的居住安全 於是提出了遷移安置方案 也就是將原本居住的坎晴部落 向北移至鄰近的北邊高地重新安置 占地大約六點五公頃 而立委廖古洞希望桃園縣園民局 能盡早辦理土地取得手續 讓居民安心 園民處能夠按照這個程序 希望能夠在戶岸工程完成之後 取得我們的 目前所找到六點五公頃的未登陸地 來供民眾做一個安居的土地 不過居民對於簽以安置方案 有許多質疑 居民更要問 這樣的計畫會不會又讓大家 等上更多年 這個部分到底要讓他們等到多久的時間 才能夠完成 包括土地取得 包括我簽上去之後 我的地上是不是又要我自己來蓋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一套整套的計畫來做一個實施 如果是說我們還要拖幾年的話 那我們這裡的部落實在已經受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說我就打算乾脆我們就延地去住 不是比較快嗎 坎津部落不僅水電問題還沒有解決 現在居民又聽到部落將遷移塌地安置 讓居民憂心 何時才能有安定的家園可以居住 而桃園區原民局長林成榮表示 未來居民遷移新地點的房屋監製 原民會會全力協助 將撥出經費來處理 讓居民安心許多 而未來縣府打算將原居地 作為台灣原住民原生植物園區 來作為坎津地區的觀光發展 接著怎麼這麼麻藥 桃園大溪採訪報導